小江这辆华晨宝马IX3停在嘉兴中越郡宝行的场地上 车辆左后侧的叶子板和部分车身有大片寡蹭和凹陷 小江说目前宝马3S店给它的维修报价是3万多 事发现场位于嘉兴南西西路万家花园小区52状楼下这段道路 监控画面显示7月16号凌晨将近2点04分 一辆商务车转弯进入直到之后 接连撞上了停在路边的几辆汽车 其中就包括小江的宝马车 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事故责任认定书中提到 这辆商务车的所有人是嘉兴一家策划公司 驾驶员杨先生醉酒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驶入小区道路后 为确保安全与路边停放的车辆发生碰撞 其过错行为是造成本起事故的全部原因 当时杨先生驾车一共撞了四辆汽车 经过鉴定他血液中以醇含量为每百毫升 145毫克 也就是说杨先生属于醉酒驾驶 小江告诉记者最先知道消息的是另外一位女车主 三点多给他打电话 其实是带着保安 他当时是找保安协助上门去敲了他的门之后 洗涂私了 但是因为他喝得太醉了 也没有说出来说 我补偿给你多少 我们如何私了 所以那个女生在这种情况下就报了警 报警之后四点多警察到的我们小区门口 然后五点多我下来的 小江说事后杨先生被交警带去做抽血化验 因为自己工作比较忙 这份道路事故责任认定书 是7月23号到交警部门去拿的 小江和杨先生在7月16号下午加了微信 因为是最假 商务车的保险公司不予理赔 所有赔偿费用由杨先生自己承担 在双方微信沟通的过程中 小江提出自己住在嘉兴城区 上班在平湖 一天打车来回要200块钱 杨先生同意支付补贴 小江又提到修车费用要三四万 7月17号 对方给小江发来一段微信语音 你那个该走保险走保险 然后让保险那个做一个那个 那个建议该多少是多少 然后你那个牵扯到交通费用 交通费用他说那个保险公司 有那种叫什么被 被什么被用车还是干嘛 那反正你这个就按照 按照这个我那天跟你说的呗 你本来平户来回 这个事情上面就不那个了 然后包括你说的这个 后面的贬值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没办法帮你 但是因为我是走的代位追查 他考虑到一点 他那边可能他本人付款的话 会涉及到一个他不愿意付款 或者说认为他的我们的 维修方案是偏贵了 那他可以不支付这个价格 保险公司那边是说 担心他不会支付所有的维修费用 所以他们是一般来说 这种情况都是比较低的那一种 维修的方案来就修复为主 不以换件为主 小江提到的代位追查 简单来说就是让自己车辆的 保险公司先掏钱修车 然后由保险公司向交通事故的 责任方追回损失 小江担心杨先生一旦不认可 保险公司的定损结果 可能会影响宝马4S店的维修方案 另外他说车子是去年5月 花31万多买的 被杨先生这么一撞 可能会有价值贬损 虽然买了有一年 但是我其实开的也没有6000公里 所以其实是很新很新的车 大概是我在二手市场 整辆车两三万是有的 折损两三万是有 它是这么一撞 这笔折损费用 我认为不应该我来承担 记者用小江的手机给杨先生打了微信电话 接电话的男子自称是杨先生的家人 记者表明了身份 我只能说给你修好 或者我们找4S店给他修好也行 他那个交通补贴有问题吗 下周再说吧 关于他那个车辆贬损的问题 您怎么考虑呢 下周再说吧 到时候您也帮我们转达一下 那么现在这个宝马这个车主 这三个要求啊 好的 三号杨先生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 微信聊天记录显示 任保财险加兴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曾经提到 目前保险公司给予的方案是 叶子板可以更换切割 左后门后保进行维修 涉及到法院追偿起诉的案件 配件可以修复的情况下 我们优先进行修复 那杨先生是否认可保险公司的定损结果 会不会影响宝马4S的维修方案呢 记者向任保全国客服反应情况之后 任保财险加兴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 按照保险公司我们的一个正常定损标准来 就是说这个东西能换 那就是不管你是代位还是不代位的 我不可能说因为你代位 对方是个人承担 可能承担不了这么多 或许可能有争议 这个本来能换的东西 我一定要你修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 现在事故单应该是 就我了解的是昨天下午给过来的 我们会首先会去协助客户 去相关的部门 去拉取一下对方的自败方信息 关于小江提到车辆价值贬损问题 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目前小江准备向属地接到的 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反映情况 1818黄金眼记者嘉兴报道